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杂志天下 成了今天的北大教授 不少人看完之后他是感动落泪 可其实这篇文章里的内容合起来就两个字 就是荒诞 因为都是假的 但这个假故事 二十年来却感动到了无数人 我们先来说一说 安金鹏也是确有其人 也真的是北大教授 1997年 当时19岁的安金鹏 获得了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 并因此保送上了北大 随后当地县文化局一位姓张的领导 几年时间当中发表了好几篇文章 都是以第一人称 讲述了安金鹏的苦难史 奋斗史 什么自由家贫 奶奶病倒炕头 爷爷半生不随 家中负债累累 还有母亲说为了供他上学 瞒着家人卖掉了毛驴 以至于爷爷一级离开了人世 还有什么呢 爸爸也得了癌症什么的 反正吧 那是文者上性 见者流泪 这寒门学子的苦情戏 那讲完之后 文章又围绕着感恩信来煽情 说这安金鹏为了报答母亲 那是发愤读书 为母亲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奖项 这文章最后结尾就是这么说的 说如果说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 那我的农妇妈妈就是我人生最好的导师 总之文章写的是既苦情又温情 既悲惨又励志 在当年那是攥足了眼泪 可其实文章里除了那个名字 是真的其他一切都是假的 就像吃驴肉火烧 吃到的是假的驴肉 这么一碗励志鸡汤 那也是假的鸡汤 因为帕乌导读者 2006年的时候 安金鹏那是专门发表了一个文章来辟谣 他说我们家并没有文章说的那么苦 爸爸也没有得过什么癌症 妈妈卖驴也不是为了凑这个学费 而他喜欢数学完全是因为自己感兴趣 并不是因为一边学一边想着要咱们家里穷 想着要如何报答母亲 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描述都不真实 但可惜的是 这篇真的辟谣的文章 却淹没在嘈杂的互联网上 而那篇假的鸡汤文章 却一传十 十传百 登上了知音读者等杂志 还被大大小小的媒体转载 直到最近这篇文章又再度重出江湖 催泪效果还是那么的强 没办法 这一回安金鹏又一次出来辟谣 在学术界权威自媒体上发表文章 希望大家不要再被骗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一篇胡编乱造的文章 为什么二十年来能够被多次转载 感动那么多人呢 说到底还是迎合了某些人对鸡汤的需求 相信这故事的人 都是将文章里的假的安金鹏 当做了励志的榜样 而努力成财回报家人 这么一个假的设定 也让很多人产生了共鸣 读完文章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只不过再怎么打鸡血 假的那就是假的 本来不管是奋斗还是报恩的 那都是善 但正所谓真善美 真是第一位的 真是善的前提 要我说北大教授背鸡汤 那比那荒唐文章更荒唐的 是某些人在假鸡汤里不可自拔 好 继续回来 最近这些天 高铁八门事件是持续发酵 先是合肥高铁站 一名女子强行阻拦高铁发车 引发网友热议 按照铁路安全管理条例 她被罚款2000块 之后陕西宝基南站 又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一名女子跟丈夫在车上吵架 列车停靠后 这丈夫突然下车 于是这女子也是拦在车厢门口 说要等到丈夫回到车上 最终在民警的要求下 这女子才下车 去跟丈夫处理矛盾 没有影响到列车的正常运行 无独有偶 南京铁路公安 又接到一个奇葩的报警电话 一男子打110 说自己赶不上火车 能不能让车等他一等 我20分钟就能到 这要求够无厘头吧 不过街警员还是耐心给他解释 没想到 这男子居然还发脾气 说我车票都买了 我赶不上车 经济损失 你来赔吗 甚至威胁 说你警号多少 我要投诉你 你瞧瞧 想拦车就拦 要等就等 那真是把高铁当做公交车 当做的出租了 感觉全天下都该围着他来转 很多乘客他可能不知道 高铁的运行到底有多么精准 每条高铁它开通之前 要进行连调连试 少则几个月 多的要调一年 要进行上千次的试验 才最终来确定列车的时刻表 这也是高铁为什么准点率那么高的原因 哪怕区区几分钟几秒钟的耽误 都可能导致调度员 要给后续列车 变更接车站台 车站的接发车人员 还有其他车次的旅客 都要受到波及和影响 随着我国高铁八纵八横骨干网的成型 一辆高铁被延误 可能真是牵一发动全身 导致整条干线的调整 那甚至可能带来 大半个中国高铁时刻的变化 当然了 在这个非常时刻 铁路部门也能够做出人性化的变通 你像一个多月前 在一辆列车上 有一个不到一岁的女婴 突发高烧 并且剧烈抽搐 陷入到昏迷 这个情况就很紧急 铁路部门经过调度 让这个车提速 让其他的车次避让 最终这列火车 提前了74分钟到站 因为抢救及时 女婴脱离了威胁 对此 网友是纷纷点赞 说这才是我们期待的灵活变通 所以铁路的运行 它并不是铁板一块 而是说 在日常的运行当中 不能因为荒唐的理由 就无视规则 近些年来 因为个别乘客 规则意识的缺乏 造成的公共事件 还真不少 这也不仅仅发生在这个高铁上 咱们就说这个刚刚过去的2017年 上海浦东机场 一老太太 登机过程当中 竟然向这个飞机的发动机 抛洒硬币沾的旗幅呢 如果不是工作人员当场及时发现 那后果是不堪设想 另外 在武汉天河机场 一个女博士 女博士 因为迟到五分钟 被工作人员拒绝办理登机手续 那大打出手 有人就说了 总有那么一些玛丽苏 杰克苏 一出问题 那错都是别人的 把私人领域的差不多的法则 就挪用到公共空间 从来他就不明白规则的重要性 要我说 马上 那进入到春运了 回家的路上 要带上行李 更要带上规则意识 好 继续回来 对于这个合肥高铁八门事件 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 从这个儿童教育的角度 做了一番解读 在这个视频当中 多次出现一个身穿红色衣服的小女孩 蓝车女子 她只顾着和高铁工作人员站的纠缠 完全忽视了身边的孩子 而孩子呢 这始终是一副惊慌失措的表情 默默地看着这眼前发生的一切 视频的最后 小女孩留下一个转身离开的背影 心理专家就观察到了一个细节 女孩的手啊 一直踹在一兜里 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 这个动作呢 那是一个应急性的防御反应 表明这小女孩啊 这个当时处在一种高度戒备 和紧张焦虑的心理状态 阻拦高铁的涉事女子 虽然是一个老师 但她却没有意识到 她的行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你看前一段时间 央视呢 播出过一部纪录片 叫镜子 是有关家庭教育和孩子成长的 一个片子啊 这个家庭啊 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 而父母呢 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也是终生老师 涉事女子 在生活当中 可能是这么一个 为了孩子交心操劳的好妈妈 作为一名教师 她也许懂得很多 教育方面的理论知识 然而呢 平时所讲的故事 所教的道理 也无法取代 你面对突发事件时的处置方式 很多家长啊 往往教孩子那是一套 所作所为呢 那又是另外一套 所以啊 在这个事件当中 这位涉事女子啊 不但要给公众道歉 其实呢 也该给他们家孩子啊 一个道歉 好 继续回来 我们来关注热点话题 最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在官微上 对于教授陈小五 涉嫌性骚扰学生 这个事件呢 通报了处理结果 经调查 陈小五确实存在 对学生的性骚扰行为 学校撤销他的研究生院 副院长职务 取消他研究生导师资格 取消教师资格 此前 女学者罗西西 实名举报 陈小五 说12年前 他作为博导 对这个他呀 以及其他的六名女生 进行过性骚扰 十来天之后 北航给出了处理结果 对于学校而言 这已经权限范围内 所能做的最严厉的处罚了 如果还牵涉到性侵方面的 法律责任 则需要走司法程序 北航 他不护短的做法 不遮不掩 不偏不倚 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罗西西就回应说 母校的通报 在意料之中又突如其来 自己的期待 没有被辜负 这段时间 反对性骚扰 在好莱坞 那也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比如刚刚举办的 颁奖里的金球奖 跟往年相比 除了明星正容口碑佳作 今年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 那就是史上最黑金球奖 初期金球奖的女明星 各个黑袍牺牲 黑群照地 全黑到底 以此干嘛 来抗议去年政经 全球娱乐圈的 好莱坞性骚扰丑闻 之前 先是好莱坞大佬维恩斯坦 被曝 说性侵多名女星 之后呢 是纸牌屋的 那个夏木总统史白西 被曝 性侵多名男星 甚至啊 还有奥斯卡影帝 达斯丁霍普曼 也被指控性骚扰 为此呢 诸多好莱坞的女星 包括梅伊 梅利亚斯特利普 还有大标姐 赞尼弗·劳伦斯 以及大摩托凯特 布兰·却特 是纷纷表示抗议 当然了 相比于这个女星 这个学生面对导师骚扰 那成熟的压力就更大了 因为导师啊 他有权利啊 把控着学术资源 学业进度 学位授予 学术评价 包括毕业 都受制于导师 敢于站出来的学生 那是非常需要勇气的 要我说 想要防止性骚扰 不仅要处理设施的教师 更要完善相关的机制 让学生免于被侵害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 中国新闻周刊文章标题 学场背后的安全隐忧 这个眼下正是冰雪运动的大好时节 去这个学场滑雪呢 已经渐渐成为一种时尚生活的方式 二十年前 全国只有九个滑雪场 会滑雪的人还不到一千 而到了现在 全国有七百多个滑雪场 一年的滑雪者有两千万人次 这个滑雪市场是越来越大 那事故率也就逐年上升 说去年的一月份 是接连发生了三起滑雪事故 导致两人死亡 一人重伤 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曾经对滑雪导致的纠纷案件 进行过统计 结果就发现 有九成以上的受伤者 那都是初学的 以80后90后为主 他们大多没经过专业的滑雪训练 就擅自进入到中高级的雪道 有的是自个受伤了 有的还撞伤到别人 那为什么滑雪会带来伤害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雪场它跟风投资 缺乏合理的规划 安全措施呢 跟不上 很不够 有业内人士说了 一些小心雪场 它匆匆上马 为了降低成本 那设施呢 简陋 在悬址建设呀 安全保障等方面 不符合条件 坡度不合适 雪道又太窄 还没有及时的维护 这就埋下了安全隐患 最典型的例子 是去年二月 河北邢台有一个滑雪场 那雪道坍塌呀 导致五人受伤 后来呢 经过调查就发现 这雪场没有办理任何的 这个建设运营的手续 雪道啊 竟然是用脚手架 临时给它搭起来的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很多滑雪者啊 他自己没有意识到 滑雪呢 其实是一项这个高危运动 那有人曾经在这个北京周边雪场啊 做过一个调研啊 一百个被访者 这个滑雪者当中啊 只有十个人会请教练 那剩下那九十个人啊 不请教练 一呢 觉得贵啊 二呢 没必要啊 不花那个钱 咱自己能学 大家都没有意识到 滑雪呢 是一项需要正规培训的运动 其实滑雪圈也有公认的交规啊 比如啊 能够做到控制速度 能够控制方向 前方滑行者具有优先权 后边的呢 有责任批上啊 禁止在滑雪道上停留 等等吧 人家有交规的啊 但是呢 到了咱这个雪场啊 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 一边从雪道往下冲 一边喊 让一让 让一让 我不会拐弯 在滑雪圈 像这样的初雪者啊 那真不少啊 他们不会控制速度 也不会控制方向 也不会刹车 却喜欢呢 在中高级的雪道 往下猛冲 对于他们呢 有一个专业的名字 叫什么呢 叫鱼雷 这鱼雷不仅会伤到自个 还很有可能会撞伤到其他人 要我说 滑雪的普及 在提速 安全设施 安全意识 可不能任由他随意滑行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新周刊 文章标题 何煮龙虾违法 一个问号 前不久 律师议会 对动物保护法呢 进行了一个修改 新的这个法律就规定 龙虾在下锅前 享有无痛死亡的权利 就是喷嚷龙虾的时候 静止把活蹦乱跳的活的龙虾 直接丢到热水里 在喷嚷之前 你必须让它失去意识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规定呢 说这个科学家 在研究当中就发现 说龙虾 螃蟹 这些个无脊椎的动物 有丰富的神经系统 也就是说 有很丰富的痛感 你直接水煮它 会让它承受巨大的痛苦 此外 在运输过程中 也不能用冰块来树动它 此前 意大利也颁布过一项 类似的法令 龙虾不能冰冻 说这个龙虾冰冻 是一种折磨 餐厅在烹饪前 有义务减少对动物的虐待 佛罗伦萨 有一家餐馆 因为把龙虾放在冰块上保鲜 被罚了还 罚了两千欧元 瑞士这一项新的法规 就引来了一些正义 有人就说 你不让冰冻运输 那其他地方的龙虾就运不过来 这是借保护动物之名 进行贸易保护 在瑞士 挪威 新西兰这些国家 动物的福利就比较受重视 比如 他们在喷条鱼之前 一般都会用重击的方式 把鱼给打晕 就感觉不到痛了 不过 这一招 在龙虾的身上就不适用 因为龙虾的神经系统 比较分散 那么怎样才能 人道的烹饪龙虾呢 有动物福利机构 给出了一个建议 说 你可以用一种特殊的机器 叫水产品电机机 你可以把龙虾给电晕来 不过 这设备不便宜 两千五百英镑 人民币两万多 一般人哪买得起呢 对此 咱这里不少的吃货 也给了建议 说何必用电呢 你给做成最虾 最细 不就可以了吗 好 接下来进入到另外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吉林小伙子 林祥 用一年的时间 为三十多个省和城市 分别设计了别具一格的福字 将各地文化代表性的建筑 等等的元素 融入其中 惊艳到不少人 你看这个 北京的福字 右半边是故宫 一道道 城门是栩栩如生 上海的福字 一眼就看到东方明珠塔 除了建筑 还有美食 你看重庆的福呢 那是一个火锅 那天津的福呢 是小笼包子 最后咱们来看看江西的福 那是一个瓷瓶 看到这么多的福 我只想说 大家赶快收藏 今年扫服抢红包 就靠它了 上海首条 拉杆箱专用道亮相 这条道路周边 有复旦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以前呢 因为人行道的地砖 年久失修 凹凸不平 这个学生啊 拖着沉重的行李箱 那是相当不方便 现在有了这么一条 拉杆箱通道 那简直 就是送给同学最好的新年礼物 快放寒假了 行李箱 走起 广东不少城市都出现了阴阳天的景象 只见天空仿佛被画了一条线 静位分明 强迫症 瞬间被治愈 有人就开玩笑说 这是老天 在玩PS 最近 北京北海公园 聚集了大批摄影爱好者 大伙呢 都是来拍鸭子的 一群野鸭 在寒风当中 浅水熙熙 其中两只 体型偏小的鸭子 格外受到镜头的追捧 原来 这两只呢 是花脸鸭 2012年 就被列落到 冰威物种 十分的罕见 公园的工作人员又说了 这两年呢 北京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鸟类品种不断地增加 你看 环境好了 连鸭子也做起了北漂 好 继续回来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另外一个板块 数据说 去年呢 黑豹乐队鼓手赵明毅 那首捧保温杯这个照片呢 是火片网络 不少人就感慨啊 说当年的铁汉心有猛虎 如今细修保温杯 也有人不禁就想问 人到中年 真的就那么在乎这个健康吗 保温杯和枸杞 真的就更配吗 大数据还真有证明 说配 最近啊 某机构就发布了2017年 中国互联网消费生态大数据报告 这个报告啊 就显示 说随着消费观念的升级 人们呢 越来越注重提高 生活品质的小细节 在热方面呢 不同年龄层的消费者 他还呈现出不同的偏好 你想同样是追求健康 90后 人家注重的是加强自身的形象管理 重视什么呢 皮肤啊 关注口腔清洁和牙齿美白 同时呢 他注重局部的塑形啊 偏爱自然护肤品啊 以及小型的健身器材 而到了80后 80后 他就更在意吃的健康 追求健康均衡的饮食 他们爱吃各种杂粮粗粮 叫外卖的时候呢 他离不开新鲜水果和沙拉 至于这个保温杯加枸杞的养生组合 那已经是80后的标配了 还有另外一个调查数据啊 就显示 说79%的80后 已经开始关注养生 80后 已经超越70后 60后 成为保温杯的主力消费人群 这个调查还发现 说男性消费者呀 比女的呀 更爱泡枸杞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 男性消费者 人均保温杯的消费金额是325元 枸杞的人均消费有220亿元 都远远超过了女性 咱们以市场价美金50元来算哈 80后的男的 过去这一年 人均都喝了4斤多的枸杞 看来每个爱健康的男生都有一颗枸杞味 当然了 现在这个年轻人呢 他除了越来越追求这个健康 他也越来越追求什么呢 理性消费 更愿意接受二手物品的买卖 也就间接推动了闲置交易市场的发展 调查数据就显示 闲置分享交易平台呈高速增长 年增长率达到了79% 其中90后是闲置物品交易的主力 什么3C数码 美装产品 小件闲置物品 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实现二次再利用 理性消费官的升级 也让二手车市场飞速发展 年轻人对二手车的接受度更高了 车呢 他也不求新 只求实用 80后90后 不能光会花钱呢 他还得赚钱呢 数据调查就显示 说这个相比于其他年龄的群体 他们呢 更愿意接受互联网理财产品 收入来源更多元 不再是一个篮子里面放所有的鸡蛋 这金钱观和消费观同步升级 一句话概括 那就是花是挣钱 花是花钱 好 接下来继续关注热点话题 最近江苏省长州技师学院 四年级学生宋彪 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就是图片上 这位男生 今年19岁 说他去年10月 参加了阿联酋 阿波扎比举办的 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 获得金牌 并以总分第一 获得了大赛最高奖 阿伯特维达奖 成为获得这个奖的 中国第一人 这还没完 前不久 他又破格 获得了江苏大工匠的称号 奖金80万 同时呢 还被评为富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怎么样 看完之后 是不是想感叹一句 厉害了 我的技校生 80万中奖 19岁的工匠 这一方面显示出 当地对劳动技能型人才的高度重视 弘扬工匠精神 另外一方面呢 然而宋彪凭着手艺 也能获得富高的职称 就让其他职业院校的学生 看到了希望 一直以来啊 一说到这个职业教育啊 不少人总有这么一种观念 认为学习不好 才去读这个职校 总觉得呢 上职校没什么多大的前途 这就导致啊 不少职业院校报考人数 是持续的走低 与此同时呢 职校毕业生进入到社会 即便有高就业率 也很难有高福利和高收入 现在宋彪同学的成功 就具有一个标本意义 这些年 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职业教育 就拿江苏来说 数据显示啊 说近些年来啊 江苏总共培养了 290多万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 在轨道交通啊 现代物流啊 电子商务 这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当中啊 新增人才啊 有70%以上都来自职业院校 有专家就表示啊 只有让职校生在职场有更多的获得感 在社会上有更多的认同感 那人们对职校生的歧视呢 才会逐渐消除 职业教育的发展 才能从阳长小路变成阳光大道啊 19岁职校生获得富高职称 我们就期待职业教育能够越来越职业 好 接下来看最新一期的南方人物周刊 来介绍瑞词 反向画大饼 说这个词之前呢 咱先说说画大饼 指的呢 就是在职场上 公司老板经常给员工做一些个空头承诺 给员工啊在那画饼 画大饼 比如说 什么只要你好好干 明年给你升职加薪 可等到来年 一切都成了泡 套用一句话 升职加薪那是不存在的 而反向画大饼 就是反过来变成了求职者 给老板呢 在那忽悠画大饼 比如面试的时候 常常听到应聘者说 虽然我没有经验 但我愿意和单位啊 一同发展 给我一个机会 我一定会还公司一个惊喜 可真等到他进到公司 可能做两个月 突然就辞职了 当初的姓氏旦旦 其实啊 都是在那里反向画大饼 要我说 无论是老板画大饼 还是求职者反向画大饼 还是那句话 哎呀 多一些征程 少一些套路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多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们明天中午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